大家好 我是黃錦榮龍師傅 冬天會不會常常感覺到手腳冰冷 想要來一點溫補的料理呢 鱸魚就是非常好的首選食材哦 再搭配這個湯頭的鮮味來源的文革 再加上薄皮辣椒 微辣微鹹的味道 今天龍師傅呢 就要用這些食材來教大家做一道 薄皮辣椒 雙鮮 鱸魚中哦 現在在超市呢 可以非常方便買到像這種鱸魚排 而且是用超低溫 急速結凍 所以呢 可以保持魚肉的一個鮮甜的味道 裡面呢 已經將所有的魚肉都已經分切好了 而且是這樣做成一塊一塊的包裝 在你在使用的時候是非常方便的一個選擇哦 接著呢 可以用少許的米酒來將鱸魚稍微做個醃漬 少許的鹽巴 讓鱸魚肉呢 有點鹹度在裡面 那再來呢 我們要將這個鱸魚啊 要先把它沾裹一些麵粉 鍋中先放少許的油 剛剛沾裹這個麵粉的地方 這個皮的麵要先下去哦 這樣子待會魚在煎起來的時候 它表皮它會有酥脆 它有一個香氣的味道出來 那這時候要把它翻過來囉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哇 有沒有看到 你看這個皮啊 是多麼的漂亮 哇 整個都是金黃酥脆的感覺 你之後就可以把這個整個魚都可以放到湯中裡面哦 好 接下來呢 教大家來做這個 剝皮辣椒的一個蛤蜊湯底哦 首先呢 就將水先放到鍋子裡面 薑片 紅棗 美白菇 剝皮辣椒 將這個吐好燒的蚊殼哦 直接給它放進來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個蚊殼都 整個肉都非常的飽滿哦 都已經打開了哦 好 這時候呢 就將這蚊殼呢 直接塗到鱸魚的湯中裡面哦 最後調味很簡單 剝皮辣椒的湯汁進來 煮滾之後呢 就直接把它放進來囉 哇 剝皮辣椒 雙鮮鱸魚中 真的喝起來是暖心又暖胃的一道好湯品哦